Lydia 跟著媽媽學會說話 如何面對傳媒 說話公關一點 在我們的節目可以做自己 新聞經常拍到你去喝酒 你很年輕 會否因為這樣 你真的不會害怕 甚至你覺得你會出版名 其實挺好玩 對於年輕人來說 報紙燈也是一種吸引力 你怎麼看當時 因為報紙的傳媒追訪 多數只會拍到你去喝酒 其實不會拍到你在做別的事 在家裡不出門的時候 也會有不好的影響 人們可能覺得這個女生很危險 以前的時候就不懂得處理 也不會覺得很享受 也會不喜歡的 但現在 尤其是做了事之後 就知道形象很重要 對外面的人 不認識你的人來說 你的形象是等於你的誠信 可能現在尤其是做事 就會比較顧忌 你接手了三年左右 入了這間公司 由第一天上班到今天三年之後 你覺得你長大了多少 你學到甚麼 我想是上班學了責任 我現在開始做事是負責不了很多 還有以前 還沒工作之前 其實我一開始就已經做這個生意了 其實我真的在外面打工 也未… 有些做過一兩個星期 以前 回學之前要有些工作經驗 但真的做事是第一份工作 雖然現在做了幾年 尤其是可能… 我不知道外面打工的心態會是怎樣的 但我覺得尤其是家裡生意會更加緊張 因為真的會有壓力 知道媽媽正在投資 是的 知道媽媽正在投資錢 可能你看著那款帳號就… 錢花得這麼快 或者…會緊張一點 我覺得這幾年做事會開始… 學會更加去關心自己 每一句一動 媽媽不要回答 你有沒有自己的夢想 我家以前也做生意 但我很不想做家裡的生意 我要做電台 我要做這行 家裡其實有點… 不是說不開心 但有點失望 他想你做什麼生意 因為我做一些老人的醫療 服務等等 家庭業務 沒錯 你自己畢業 每個女生都有自己的夢想 比如開發電 咖啡店 弄餅 會不會有自己的夢想 其實我問過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也不是… 我知道外面有些朋友 可能他們會說 家人要你做會計師 家人要你做律師 醫生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 不會說爸爸媽媽跟你說 你長大了要做些什麼 不會 是的 沒有的 也從來讀什麼科 也沒有特別是… 你不可以讀什麼科 可能… 例如我中學時 其實我都喜歡劇場 他都會讓我去讀劇場 就是讓我去選擇自己的科目 不會說他… 不讓我做我喜歡的事 其實到現在 就是我現在做事了 他都… 我媽媽和爸爸都很開放 讓我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至於你想… 我其實都是想… 隨著自己想做的事去做 沒有特別是想做一個職業 是的 他想做什麼 依你所知 從來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其實我當時是擔心他讀完書 因為我知道他身邊有些… 都是讀完書的女生 朋友 就不做事了 我當時是擔心 我覺得人不一定要做事 就是你貢獻社會 貢獻家庭 你都要做 或者你結婚後 將來你的家 都是要貢獻家庭 就是你一定要有事去做 而不可以懶 正經是這樣說的 不可以做一個懶人 所以我只是希望他做事 做什麼不重要 所以在蘋果那時候 我剛剛想搞這個網站的公司 我就叫他來幫忙 我就不如來來試試 我記得他說 媽媽 我用什麼搞亂檔 你這麼要求不高 我說你不做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 你打工的 你都不知道那份工作你喜歡不喜歡 你不如來試試 當然我不會給你很高 這樣說明的 做低一點 然後他說 好 那我試試 如果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就算你打工你不喜歡 都可以設職 你試試 試了下來之後 因為網站的公司 我想對現在年輕人都會很喜歡 也有一個潮流 所以我也一直支持他 一直做下來 但是現在我很開心 在今年裡面 今年開始 其實所有運作 Operation 所以他現在叫做 Operation Manager 就是因為所有運作 我已經交給他了 接下來 其實我已經很少回到這裡工作了 我已經是 怎麼說 我只是一個投資者 一個幕後的老闆 會跟他們開會 有什麼需要找我 所有都是他 所以接下來 他再做好一點 就應該是CEO 我希望你成功 但你從英國回來 有四個字 我想問你 瑞臉聽證 很深 我先說瑞臉聽證 你猜不到 我也不解釋 總之 猜不到 雖然媽媽只是投資者 這個那麼深 但媽媽身經百戰的經驗 會否其實媽媽在後面 操縱一些扯線公仔 其實正在控制你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也要的 就是有些指標 究竟怎樣做 顧問 如果我沒有工作經驗的時候 全部都給我做 那我不懂 也很幸運 有個上司真的肯去教你 我想任何外出工作的人都會 如果你去到公司 你什麼都不會做 其實我想現在開始上班 不只是想賺錢 還有很多因素 你考慮 一份工作 你會想吸取經驗 可能是建立到你的人際網絡 這樣 所以是好的